花南金控杯全国青少棒锦标赛 6月8号到16号之间在新北市三重开打 基隆市以成功国中为主体 结合名传国中以及二姓高中国中部棒球好手 总共17个人一起组成连队参赛 由成功国中来代表 所以大部分球员是由成功国中为主 然后再结合了姓意国中与二姓高中国中部 还有名传国中的好手来一起参加这次的比赛 其实因为我们是连队的方式 而且基隆大部分的学校就是棒球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盛行 所以其实只有我们礼拜五的时候 会去大五轮球场来练球 然后如果下雨的话我们就是在成功国中 有一些室内的风雨操场来做训练 不过因为球队急需球衣和球聚 本身热爱棒球一向支持棒运的基隆市议会议长佟资委 亲自透过中华职棒球员工会目得所需要的资源 包括捕手护具两套 硬式球棒两支 硬式棒球武打以及练习一二实践 希望成功国中棒球连队打出好成绩 可是大家这样子努力 克服我们所有的千辛万难 练球的空间时间都要用着 还这么去愿意实践自己的理想 所以我非常敬佩大家这样子的努力 那我们也希望在我们重振的过程当中 可以为大家或是为自己的兴趣或梦想 帮大家在大家身上实践 帮大家争取更好的空间跟环境 所以我们最近也去大五文棒球场做一个会刊 希望帮大五文棒球场变成一个比较适合 比较适当可以比赛的一个环境 感谢我们这位议长这边 他能够在虽然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帮我们找到了我们所需要的这些配备 然后呢其实我这边我也跟我们议长这边来沟通说 尽量把我们的配备能够升级再升级 因为就像我刚刚跟校长说的 公寓散吉士必先立吉器 我已经把最好的武器给你们了 希望你们可以拿出最好的运动家的精神 通过这么最好的配备 我们打出一场漂亮的一场胜战 成功国中棒球连队教练萧明志 曾经在LAMIGO桃源队打球 这次球队在基隆市棒球委员会主导 以及学校支持下 4月初开始每周五集训备战 这也是基隆市相隔4年后 再次报名华南金控杯全国青少棒锦标赛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 哇 啊 啊 啊